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民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协同台北市副议长叶灵传 市议员陈炳辅 以及中山大同区市议员参选人刘采薇 高士俊 发表行脚计划 宣告8月23开始从大同区出发 深度走访台北市12个行政区 和地方进行更多面向的交流与互动 台北市重申的路上需要你的支持 让我们都成为台北队的议员 以超过千场的活动参与数字 反击外界用佛系躺平等负面文宣的攻击 国民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在选战倒数100天 发表万安奏会驚台北百名乃 行脚计划 宣告8月23号开始从大同区出发 深度走访台北市12个行政区 和地方进行更多面向的交流与互动 我想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在过去这段期间 我在台北市基层请走 走访12个行政区的心得 以及接下来 我即将启动的行脚活动 我在台北市出生 求学在台北 成长也在台北 台北一直是我们深感骄傲的城市 也承载我们共同的技艺 从我决定参选开始 我在这段期间参与了 52场宫庙参拜 而且无数次的地方里长的拜会行程 以及在接受到超过千场的活动邀约当中 出席了629场的地方活动 我想这段期间 每一场拜会 每一个活动 紧握的每一双手 都让我感受到台北市的热情 活力 所以也让我用更高的视野 角度来看台北市 也让我对台北市 每一位市民 每一个角落 都有新的发现跟体悟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 正式宣布 万安作回走 台北百名 行脚走遍台北市 深入行政 12个行政区的活动 正式启动 所以接下来 我将从大同区开始 深入了解 台北市 每一位 乡亲 他们的想法 走入基层 深入每一个角落 从早晨 晨运 到市场的 拜访 到接下来 宫庙的参拜 再来 跟在地 乡亲 议题的交换 跟民众的座谈 也会品尝 在地的美食 再进入商圈 夜市 就是希望 透过近距的接触 能够实际了解 大家的心声 同时也了解 台北市各区 它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除了走访基层 倾听民众心声 蒋万安也针对 12个行政区域的 发展与困境 提出看法 当我走访北投 我看到了 乐活观光的活力 但也看到了 长期被忽略的落寞 走访市林 我看到的是未来 北投市林科技园区 产业发展的契机 却也看到了 商圈急需 转型改变的期待 当我走访大同区 我看到的是 过去台北 百年繁华的呈现 却也看到了 老城 发展的瓶颈 走访中山区 我看到的是 城市快速的发展 却也看到了 基础设施的不足 当我走访中正区 感受到的是 满满书香的氛围 却也看到了 都市规划 他们面临到的困境 当我走访万华区 感受到是万华 乡亲 他们的热情 却也看到 在这一次疫情 他们深受伤害的心灵 当我走访大安区 看到的是高楼林立的社区环境 却也看到许多居住环境 恶劣的弱势民众 当我走访文山区 看到的是好山好水的成交 却也看到 急需更多便利交通的建设 当我走访松山区 我看到的是多元的文化融合 却也看到了相关建设 受到法规的限制 信义区 看到的是蓬勃的商业发展 却也看到了 许多都市更新的牛步 当我走访内湖区 我相信大家感受到是 完整成熟的科技园区 却也看到 它所带来的交通庸色 当我走访南港 看到的是蓬勃的会展产业 却也看到了 都市发展留下来的问题 台北市副议长叶林传 市议员陈兵甫 以及中山大同区市议员参选人 刘采薇 高士俊 也都到场 与母鸡相互拉抬选情 我们都知道 赤峰街以往著名的叫 打铁街 派提鸭街 近年来 不止我们的 这些五金三行 更多的是我们进驻的很多知名的这些咖啡店 知名的小店 特色小店 还有我们最具知名度的当地的老店 这也让我们略显岁距的老店 老街 让一时间活力昂然 让我们装点着 时代的色彩 新旧交错 普出的图帽 给我们看到老街市的魅力与希望 就王安所讲的 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只要愿意加入 各种希望想象 都会是无限的 丙府从小就是在大同区长大 所以大同区对我来讲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感情及回忆 大道城其实就是台北市最早发展的地方 在日据时代的城内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 大道城 想而然就变成了所谓的经济中心 随着时光背景的改变 大道城不再只是中药或者是南北货的一个集散地 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 已经到了这个区域开创了许多的文创小店 那迪华街绝对称得上是我们全台湾最有特色的一条老街 但是如同刚刚万安所说的 在老城部分在我们大同区部分 事实上还有许多带改善带建设的地方 万安 这个有活力 有创意 有能力 那我很感动 丙府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万安把大同区当成这个选战倒数一百天 最后冲刺的一个起点 那我相信不只是大同区 未来台北市在万安的领导之下 绝对可以迈向国际一线城市的舞台 说到小海城隍也有 相信不只是彩威吧 在一座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应该都有去过 而且都知道他非常的灵验 而且呢小海城隍爷庙 不只是我们大道城的信仰中心 他更是我们台北非常知名的庙宇 而且呢 每次办活动 办庙会的时候 他更堪称是我们台北的三大庙会之一 要说他有多灵验 相信不用我介绍 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也要祈求我们的陈皇爷还有岳下老人 来牵起我们万安市长跟市民的红线 我们保安宫走出来这方圆一两公里的生活区范围内 也有我们享誉国内外的美食 包含我们的大龙早市 大龙夜市 延山夜市 里面有炸弹饼 好吃的肉羹 好吃的菜喱咪 还有永远排队排不到的红茶屋 以及享誉国际米其林美食 我们有高地菜饭 我们还有档仔米锅 还有鲜肉汤圆 这些不仅是居住在大同区美食的小确信 更是我们在台北市生存的理由之一 所以你家台北就是无限 万安祖会走 台北百名走 蒋万安表示 希望透过行角计划 走访12个行政区 了解不同族群行业 以及在地乡亲所面临的问题 携手找解放 也把自己对台北市的愿景 近距离地告诉台北市民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的台北骑域三部曲 自行车推广活动 第三部曲预见达人将于9月1号登场 民众只要到活动页面登录报名 并在骑线内 在台北市U-bike站点借还车 并成功扣款 就有机会抽中单车耳机 与智慧手环等大奖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台北骑域三部曲 自行车推广活动 第三部曲预见达人与微笑单车合作 将于9月1日登场 民众只要到活动页面登录报名 并且在骑线内 在台北市U-bike站点借车还车 并成功扣款 就有机会抽中单车耳机与智慧手环等大奖 台北市政务交通局今年度推出台北骑域三部曲 自行车推广活动 第三部曲预见达人 特别响应922世界无车日 与微笑单车公司合作 将于9月1号登场 活动是从8月25号就开放民众报名 民众只要注册U-bike 微笑单车会员 以绑定住用U-bike的U-bike卡卡号 到台北骑域官方网站 预见达人活动页面报名 然后在9月1号到9月30号 在台北市境内的U-bike 1.0或2.0的厂站 借还并成功扣款 就可以累积借还次数参加抽奖 我们的奖项总价值达5万元 那另外首部曲预见好礼活动 同步进行到今年的10月21 那欢迎市民朋友 一起使用U-bike参加活动 实现绿色运输节能铁碳 交通局表示 台北骑域系列活动首部曲预见好礼 将同步进行至111年10月21日 欢迎市民朋友一起使用U-bike参加活动 落实绿色生活 响应节能减碳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你有多久没有仔细端详自己的双手 白丝带关怀协会和顺心社区发展协会 合办的亲子暑期家长成长团体课程 这次请到了心灵成长老师黄慈文 透过学员凝视自己的双手 开启自我对话 从而明白自我感受也尊重每个人的感受 林氏双手回想这双手为自己做了多少事 称赞了多少会议 进而逐渐开启自我对话 习惯生活忙碌扮演多个角色的你 有多久没有倾听自己的声音 白丝带关怀协会和顺心社区发展协会 合办的亲子暑期家长成长团体课程 由专一老师引导帮助学员探索心灵 康宾伟这是我的双手 然后我看到他的感觉是我觉得我的手好闷暖 好能干很有力也很辛苦 要好好感谢他照顾他 我觉得我的手就是他小小的短短的 然后刚刚扁扁的 但是他可以做好很多事 然后他也可以做好 他也是一双很仔细的手 然后他可以让我圆梦的手 逐渐长大有自己兴趣 就是他是帮我用来画画弹奏吉他 乌克力的手 然后在更成长之后 他就可以协助煮饭用餐 然后煮直行加入的手 我这堂课我学会了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冷静的在爱恨之前 我可以去更理性的思考 要怎么去处理后面的爱恶 谢谢很棒 来 同学让我们就是可以更多的 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更多的可以自我聚焦 好 谢谢 谢谢 我发现了原来我有一个超能力的手 对 我学习到了不要害怕面对困境 因为在困境里面 你可能就是你没跳过模式的一个转折 我的手有给我很多讯息 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 我好像开始要注意我的脚 回去要想一想我的脚 肩膀的腰这些 然后头脑也是可能也是要想一下鼻子也是 耳朵也是过于很多噪音 而且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这些 对 更多关注自己的这些 过去我是 我有社会工作的背景 还有我有接受这个 Satir家族治疗 然后专专训练合格 那我推广这个亲子教育 女妇女成长来促进家庭关系 已经有快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我除了这个教学 带成长团体 然后做资商 那我也有做广播 那也许之后呢 也许可以再努力朝自媒体 来更多的传达 就是我们不只做一个I know 可以做一个I am 让自己更加的表里合一 然后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做一个比较敞开的人 然后可以跟自己做好朋友 也可以跟别人有好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家庭跟社区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 才有办法更多的了解别人 每一个人也跟自己是好朋友 才有办法跟别人做好朋友 每个人能够让自己快乐 他才可能很自然的带给别人快乐 我想都是从自我开始 可是我们这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很可能因为文化背景 还有一些人生的机遇 所以也在一个模式里面 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跟观点或行为 那我们不自觉的就在那个模式里面打转 可是环境不同的处境不同或人不同 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弹性去察觉主客观的改变 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决定 所以就会僵化在那里 然后造成很多的紧张跟冲突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从更多的 从我们的家庭的成长 然后来从I know变成I am 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 我现在的状况 然后我在想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那客观的环境是如何 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选择跟决定 我想会比较客观 比较有弹性 也比较能够互相的尊重 那今天的这一堂课呢 就是要突破这个困境 因为I know不等于I am的时候 有一个从想法到我的感受 到我的自我价值概念能够统合 这里面常常我们停留在我的想法 所以我们常常说 啊 我不要生气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时候又生气了 我到时候 我不要做这个 我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偏偏又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说 立志行善有的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有这种现象 那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自我管理的 而这个自我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调整 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有真有减 或是适度的去看这个环境 做出新的选择跟决定 可是这是一个可以发生的事情 但是它为什么常常没有发生 是因为我以为我想的 跟我自己真实的感受距离很遥远 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一堂课 我和我的双手 就是来促进我的心灵对话 就是我们常常用很多想法去做事 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来接触我们内心世界 我们真正的渴望感觉 或者是我的期待 然后我们就忽略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常常在不自觉的时候 压抑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 可是事实上我们里面是 很孤单的或是不开心的 或者是压抑 不满意的不满足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 但是我们却很孤单 做很多我们却不快乐 课程以渐进式方式 逐渐引导自己面对自己的双手 也就是自己 勾起往事 学员们纷纷将自己的手取名 发现自己原来经历这么多 有时候我们只会对他们有很多期待 可是老师刚刚也指出 就是说有时候这些期待 我们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可是当我们就是 老师刚刚一开始提的 就是我们可能经由教育 然后辅导 然后再来就是谘商 然后最后 这些过程里面 我自己也在 我可能走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可是我希望还是可以 就是自我进步 自我精进 然后不让关系那么差的话 我必须要再被教育 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对我是亲子的关系 我可能回家的时候 我会看到他比较正向的优点 然后不是一直就是指责说 你为什么功课又没写完 为什么你又被老师叫去 就等等的 我可能再回去我会看到说 虽然你这功课你有尽力就好 然后或许我们可以朝什么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如果真的没法解决的话 我就说不是只有学业 可能他做人还有他其他的优点 我可以从其他的方式去看他的优点 不是针对他的缺点 一直去指责他 就是我本身有在参加一些寒暑假的 就是田香苦物的应对 那在这方面就是常常会跟有时候 偶尔会自己的价值观 可能会跟学生 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 所以会有一些差异性 所以就是透过今天这行课 就是有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自我觉察跟自我认识这样子 那认识之后就会知道说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有自己的合理性 跟自己的就是他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不一定要强迫去更改自己的概念 我是去改正学生的概念 就是我可以跟他就是平行交流 然后就是互相交流自己的意见 就不会是强迫谁一定要改变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就比如举到孝顺 那我们就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那很可能孝顺是大家说 对对对孝顺 可是可能十个人十个人 对孝顺的看法跟观点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 对我要孝顺 可是我并没有认真的 或者是独立思考判断 什么是孝顺 而我的环境 我的处境 我的条件 我的能力 我跟父母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孝顺 我们就把一般人或社会普遍价值认为的孝顺 去要求自己 或者是去符合他们的期待 可是事实上 就像我想要比喻 就是一个资讯进入不同的软体系统 它不一定可以相通 虽然那个资讯本身没有错误 孝顺是对的 但是它进入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环境跟处境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成为一个 能够独立思考判断 然后对我的想法 别人的想法 社会的期待 而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价值观 我的感受 我的环境 我的处境 我可以有一个判断跟整合 然后做选择跟做决定 那我相信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坚定又温柔的人 就是我清楚 我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这样决定 然后我可以尊重别人 他那样想那样做那样决定 而在这个尊重的当中 我们可以坚定的快乐做自己 同时跟别人有一个好的关系 去沟通 去了解 去彼此尊重 甚至于去合作 学会让自己快乐 也能帮助别人快乐 从亲自家庭相处间 就能透过良好的表达与互动方式 找到彼此支持的能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能拟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台北河岸同乐会 雄站水乐园 去年受疫情影响停办 今年观光传播局与自来水事业处 再度于自来水园区举办 除了延续往年的一票双乐园 还推出了五大细水设施 有好玩刺激的雄站10米天空滑水道 以及雄站70米冲锋滑水道 要让大小朋友嗨玩一下 2022台北河岸同乐会 雄站水乐园 雄站水乐园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观传局长刘亦霆 和小朋友们互设水枪 玩得不亦乐乎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台北河岸同乐会 雄站水乐园 8月19到8月28号 再度于自来水园区举办 除了延续往年的一票双乐园 还推出五大细水设施 要让大小朋友嗨玩一下 8月19也会自己下去玩吗 时间到了就知道 有安排了 一定让副市长感受到最刺激 跟最好玩的清水设施 先去把身材练好一点 穿衣服这样很容易被发现 这次我们准备了70米长的滑水道 跟10公尺高的高空滑水道 所以在游乐设施的部分 尤其是一票玩双圆 跟着民众一起可以到水处 水处有水处的清水设施活动 那这次跟雄站水乐园的合作 我们还有周末很多限定的活动 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有介绍变装大赛 说故事 见面会等等 都希望大家能够共享盛举 那也期待副市长跟市民朋友 一起来同乐一下 就是大家一票到底 然后可以玩两个圆区 本来都最受小朋友喜欢了 不管怎么玩 都玩无逆的就是雄站70米冲锋划水道 那今年可是比我们2020年 又长了10米 那还要站上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自然水圆区美丽风景的 10米熊在天空滑水道 那如果是想要花花水清凉消暑的话 我们也有熊站欢乐池 除了好玩的细水设施 还有周末限定的香蕉人卡通明星见面会 以及创意变装大赛等 活动也邀请多家公馆商圈店家一同响应 只要持门票或活动折价券到合作店家消费 即可享有专属优惠 因为这个活动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商圈 他可能周边的状况 跟民众去那边不太清楚 所以观传局把它整合在一起 还可以来一个类似小旅行的方式 你在这边游玩之后 你就可以在旁边吃喝玩乐 就要一次到位 就请大家可以真的是不用去外线市 台北就有这么棒的清水的地方 非常感谢观传局就是想到我们商圈 跟我们商圈一起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也感谢长期以来观传局一直在跟我们商圈 一直在互动 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因为长期以来都有互动之后 我们商圈的行销宣传都能够展开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长期以来跟观传局的配合都非常感谢 那我想今天这个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 台北市的小朋友为什么一定放下要到外线社区 对不对 台北市有那么多那么那么棒的地方 那么好的地方一定要留在台北 那那个那么好的地方提供给我们那么小朋友 一票完到底的地方 那个是台北市就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2022台北河岸同乐会雄站水乐园 在大小朋友引领期盼下恢复举办 观传局预估可望吸引超过3万人次参加 除了提供市区玩水消暑的好去处 也带动商圈的经济发展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四平商圈近期推出了想拜就拜购物节活动 当天的踢鞋活动有不少民众参与角逐奖金 顺便踢走日常的郁闷 另外商圈也设置扭蛋机 内游买一送二消费折底等超值好康优惠券 同时还有疗愈金具的看板 吸引民众来体验商圈美丽 台北市副市长黄山山与台北市议员陈冰府 在大街上踢鞋子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四平商圈推出的踢鞋竞赛 邀请市民朋友角逐宝座争奖金 8月11号到9月2号商圈推出想拜就拜购物节 参加扭蛋抽奖就可以获得买一送二买二送一 消费折底等好康优惠 帮民众的钱面额变大了 四平街这个地方我以前当 还没有当议员之前 在这附近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一定要来四平街买上班族女生的衣服 对不对 这里是我们上班族最好的朋友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这里找到所有的东西从包包配件 然后套装然后可能休闲服 那女生只要来这边逛一圈 这个一整年的衣服都可以买好 所以我以前就在好像对面上班 所以四平街对我来说非常的熟悉 那这几年因为变迁的关系 我们这边还是属于所谓的上班族最多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 除了刚刚讲的服饰 其实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 那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四平屠宿区也是台北市 很早就有的一个商圈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现在暑假 赶快来办一些振兴的活动 那也希望他们刚刚看到那么多的折价券 所以折价就是来这边来四平 就会有好康 那最重要的是四平商圈是带给台北市 刚刚讲的女性朋友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很多年轻的女生可能都不记得在这里 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所有的需要 所以以前我们好像叫女人街 以前我现在是摆地毯比较多 然后后来就开始全部都是店家 所以这边变成一个 可以寻溯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商圈 那么也希望说在一个都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商圈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想想欢迎所有的女性朋友 还有亲子大大小小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到我们四平商圈来 来这边好吃好逛好买 早年因为这个商业地区 那我们这边是最多上班主要来逛的地方 但是由于整个消费形态的转变 包括许多电商的发展 其实我们四平商圈前面几年 有碰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个转型的困扰 那还好有台北市商业处的辅导 加上我们商圈 大家自己共同发想 慢慢慢慢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相信这也会变成我们未来台北市 所有商圈的一个范例 因为这个小商圈毕竟是一个非常小 但是麻雀血巧的五脏俱全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商圈 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持 也需要拜托大家来帮忙多做宣传 非常感谢我们商业处人 对我们商圈的帮助 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的关系 商店街的生意都不太理想 但是还好我们四平商圈 就是我们附近有许多的上班主 就是我们基本消费的客群 加上我们商业处台北市政府的帮忙 一直以来还算OK 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尝尝到四平商圈来走走 那里面到底会有什么呢 等一下 从哪里出来 四平商圈有许多女性异物 饰品 之前就曾办理国际女人节 宠爱女人节活动 今年一样推出多样优惠 同时推荐大众都爱的美食小吃 展现在立活力 我们四平商圈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每年都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尤其对上班主的部分 我们每年会推出一个购物计 然后在这个购物计里面 我们每个店家的配合 都有来打折 然后征送购物券 所以就是针对说 我们每年一次的这个 每年的购物计来做设计 像今年我们有设计了一些 激励上班族的一些激励的话 平时我们都会把它摆在 那个我们四平街的徒步区里面 各位顾客来这里的话 可以跟他拍照 抒发一些自己的心情 不要太屋子这样 购物节的由来是因为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在 在办这样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马起名为 想掰就掰 就是每年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间 七八九月的时间来举办 所以我们是 就是针对这一段时间 我们上架也来做促销这样子 另外商榷还摆设 许多职场金具看板 将辉谐厌世的语录表示出来 唤起上班主的认同感 并让游客留下新奇印象 凡是与金具拍照打卡上传标记者 也可以抽四瓶享乐券 欢迎上商圈粉丝页查询 四瓶阳光商圈 山草白 欢迎大家 净百祖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提供民众中秋节烧烤食材 与秋节礼盒的新选择 渔业署署长张志胜也和主厨黄景龙 利用石斑鱼 白带鱼等海鲜 现场示范烧烤料理 推荐民众中秋烤肉不妨选择 优质的国产水产品 少游 低脂 没负担 三 二 一 请接开我们的礼物活动 我张春江年华 严会响宴 请现场可以我们的一切热情的掌声 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为了推广国内优质的水产品 农委会渔业署特别举办 中秋海鲜响宴推广活动 渔业署署长张志胜 特别和餐厅主厨黄景龙 利用电烤盘来示范烧烤料理 运用台湾雕 石斑鱼 白带鱼 竹甲鱼 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烤鱼真的很简单 记得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鱼肉不要过度的调味 第二个就是抹酱 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 这我倒不知道 抹酱只要抹一遍 对 全是鱼肉很容易熟 对 容易熟 所以这个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要吃到那个鱼肉的鲜甜 鲜甜的味道 当然抹酱就不要抹太多 这个是和风烧烤酱 也是我们龙师傅特调 对 哇 感觉我们署长就是常常有在下厨 很熟练 对不对 署长看一下 对 因为想要吃鱼肉就要自己煮 对 好 就这样子抹一层就好了 对 还有第二个秘诀就是说我们的鱼肉要多带点蔬菜 是 然后吃鱼吃肉也有菜 所以会带一点像这个红甜椒啊 葱段啊或者是金针菇等等 对 确实没有错 这个可以看到甜椒也可以看到这些葱 葱段 对 洋葱等等 味道就非常的丰富 对 感觉很健康 而且呢色香味俱全耶 真的很棒 家里有长辈或小朋友可以吃 因为里面就是用非常多的这个白菜 然后还有一些焗烤酱 那最主要是用我们国产的台湾雕 雕鱼肉放在里面 其实它跟白菜口感是一样 那再来这个在家里焗烤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电烤盘下面可以焗烤 但是上面呢 你要有点焦的焦化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喷枪稍微给它喷一下 对 让它有点焦化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这个烤箱里面去烤 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要让署长来完成的 就是把这个新鲜的巴西粒末呢 可以把它均匀的 对 直接撒在上面 对 对对对 来 我这边有一个手套 对 你看一下 看看我们署长 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厨 对 而且很均匀很有美感 对 有红有绿 然后最主要是白菜的这个营养 跟我们这个台湾雕鱼的鱼肉啊 整个结合起来 对 鱼业署这几年来跟我们相关的担任 我们把这些渔民团体 渔会甚至有渔业的农会 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在中秋节这段时间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 尤其是配合我们中秋节 国人一般习惯就是烤肉 烤肉这样的礼盒里面 有很多鱼餐品 水餐品的组合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我们这次组合了24家的渔民团体 包括我们的鱼市场都推出不同的组合 那整个商品将近100样 将近100样 那推出这样的组合 最主要是水餐品真的是人类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台湾又有很多很好的水餐品 包括海洋捕捞的 包括我们养殖鱼业的 那这些水餐品都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 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 其实对提升我们国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那那个鱼的很多好处我就不用再一一重复 真的是过去中秋节烤肉 那现在烤鱼或者是不一样的商品这样的组合 其实让大家觉得过中秋节是非常的有趣 团圆 何家团圆又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我们在这些水餐品里面 当然也有考虑到说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那个 我怎么样能够去烤得很好吃 然后让这个水餐品能够体现出它本身很好的营养 还有很好的风味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我们那个台菜王子 我们讲龙师傅 龙师傅 那我们合作过很多次了 那我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学到几样的技术 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用得上 那就觉得大家不要再觉得说买鱼是很复杂的事 那也不要再觉得说要判断那个鱼新鲜与佛是很复杂的事 那有时候买到说是不是买贵了 那我们这一次这些渔民团体所提供出来的组合里面 其实里面有不同的组合 那鱼的新鲜度绝对没有问题 那个从养殖池或者是从捕捞开始 我们对鲜度就有做相关的管控 那我们这几年来也提供了很多 我们这些渔民团体去新设一些加工厂 或者是我们冷链设施 就是希望这个保鲜的部分能做好 那现在再加上现在宅配的技术都非常的进步 所以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不但是说这个鲜度没有问题 而且营养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渔民团体非常的贴心 这些水产品在产地 三去三清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到你手上的时候 只要花很少的时间 马上这些产品就能够来烹调 就能够来烤 就能够来煮 所以马上就能够来食用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推的 很方便可以买得到 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得到 另外一个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 煮鱼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金融区一会推出一个中秋礼盒 送人自用两箱鱼的 我们里面有国产的两条丝斑鱼 还有两条五仔鱼 两片台湾鱼 更加上我们现在当季盛产的小茧 送一包小茧当地盛产 这个时候最夯的小茧 买一盒里盒 送小茧载配到家一千两百块钱 其实像国产的一个钓鱼片呢 它没有刺 所以它很适合跟一些像白菜啊 来做一个焗烤的模式 那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类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小番茄 然后带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啊等等 然后用焗烤的模式呢 不仅那个家里的长辈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吃可以安心的使用 今年在这个猪驾鱼来做一个烧烤的部分呢 可以把猪驾鱼它的这个内部可以搭配一些食俗 例如洋葱啊或者是葱段 或者是炒过的杏鲍菇 那再来在烧烤的时候呢 可以在单面做一个烤肉酱的一个涂抹 然后保持鱼肉该有的一个鲜味 那最重要呢可以用现在石令的这个中秋的柚子 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 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 撒在这个烤好的竹甲鱼上面 可以更增添许多的果香哦 这次的推广活动结合20多家渔会 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渔院署指出 民众只要透过鱼业加年华买鱼去平台 动动手指 各类烧烤的食材与中秋礼盒 都可以直接宅配到府 平台也正式导入了台湾配 并推出满额折底等多项好康优惠 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 那为了给消费者能够有一个 很方便多元的支付的方式 那土地银行和鱼业署合作 那我们推动了在GoFish买鱼去官网 能够用台湾配来做一个线上支付 那这个支付能够 而且从8月22号就要即将上线了 那为了配合庆祝这个GoFish官网上面 台湾配的一个上线 那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GoFish买鱼去 用台湾配满千则两百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土地银行主办 那当然还有财经 还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库来做一个协办 那总回汇金额有到五十五万 刚刚土银的两间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一次也引入台湾配 台湾配那从下礼拜开始 只要买一千块就会送两百块 但是这个有限量的 好像是有限量的 所以手指要快 手指要快 要赶快从我们网站上来买 那第二个当然配合我们农委会 现在推出来的中秋节吃文旦吃石斑 所以我们配有农油券 只要消费满六百块 我们就有每张两百块的农油券 那这个有三十万份 那消费者如果买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来抽 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更大的优惠 就是我们鼓励很多公司 行号团体 你能够来买 如果买一千份的礼盒 还会再加上一百份 那当然最重要的 很多消费者说 我只买一份怎么办 买一份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里面 就是免宅配费用 就是免宅配送到家 那这个就是配合 这一次整体的活动 能够提供最新鲜 最好吃 然后最健康的水产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 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 鱼业署推荐经济实惠 又营养满分的国产水产品 是今年中秋烧烤与送礼的最佳选择 欢迎民众多多采购 以行动来支持台湾渔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 中加集团关心您 您好我是陈淑萍 欢迎收看中加吉隆新闻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 基隆因为7月份降雨不足 导致基隆面临前所未有的缺水危机 目前除了派水车供水 以及和水利署研议 是否调度灌溉用水外 立委蔡适应视察供疗净水厂 协调国军出动海水淡化净水车 抽取河川下层 咸水化的水进行淡化处理 之后再注入净水厂供民生来使用 基隆港港口一片雾茫茫 现场飘起小雨 路上骑士赶紧停在路边 从车厢里拿出许久没用的雨衣 基隆雨都终于下雨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基隆地区高温都没有降雨 水禽吃紧 不止供疗宴积水区缺水 新山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18号上午8点 剩下48%左右 有效蓄水量482 06万立方公尺 民众出门上班 遇上这场雨觉得好开心 早上看到下雨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下雨了 但是希望下雨还是能够下在积水区 对基隆的这个情况可以稍微粗节一下 好像又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但是还是蛮开心的 有下雨了 怎么说 终于下雨了 因为好多天没下雨 看到好像好多个社区都停水 似乎挺麻烦的 不过这场雨似乎没有持续多久 对于缺水危机的基隆 似乎帮助有限 而水禽鼠也没放过机会 进行人造雨 这个现在是3号 然后等一下那边开电源之后 点3号它就自动点火 上午9点 基隆的天空有云层 开始下起建线性的小雨 人工争雨服务团队 在基隆西市水库 完成燃放争雨季 试做约15分钟 现场就开始飘起小雨 昨天王美华王部长来到基隆 那也指示了我们基隆市政府 跟水来水公司 还有水利署 我们几个单位的相关合作事项 那事实上在昨天 大多数的民众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水 虽然水量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仍然持续在努力 那最主要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台湾的东北角能够下雨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台湾包括基隆 还有东北角地都有下雨 那但是这个雨量虽然来 但是事实上就我们的了解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 我们整个基隆地区的供水 我刚才有跟我们基隆水公司的处长谈过 那处长是表示说双溪共僚地区现在雨已经停了 但是它的积水区的雨量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我就说对于水公司来讲 它可以抽取更多的水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全满足 所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合作的资源 仍然有起一个必要性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们会请水公司 水利署还有经济部这边 我们继续来努力来满足我们整个大基隆地区 还有东北角的这些行政区域的用水所需 为了疏解缺水 水利署派了抽水机在双溪上游深潭抽水 另外重整附用安乐进水厂的闲置管线 并调度水车消防水车送水 国军支援移动式的进水车 就是希望多重管道为民众寻找水源 解决缺水之苦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牙医师公会在暑期 办了一个特别的青少年牙医培育营 一连四天 让学生从艺膜牙齿雕刻诊所见习 让学员利用显微镜观看自己的牙骏班 一起寻找口腔细菌 学生们穿着医师袍到牙医院所见习 营队已经连办了三届 每年都有学生考上牙医洗 牙医师公会举办青少年牙医培育营 帮每位参加的青少年准备医师白袍 所有牙齿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 咬合力量就在这一刻 来到诊间 学员们认真学习 培育营课程中 邀请多位牙医师教导口腔专业知识 还带领学员实际体验牙齿雕刻 唇口硬膜等牙科实验操作 来那个牙医营乐的感想就是 了解到那个不一样的职业 因为对于牙医也许就洗牙而已 然后还有什么 甜甜补补 然后也许帮忙装着夹牙而已 可是来这边发现到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也有像从事牙医这一方面的行列 所以也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走牙医师相关的职业 甚至当牙医师 也希望未来我能考到牙医系 以前的话就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收获到非常多的 那如果对我来说的话 以后我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源 还有我学习到的东西 来帮助自己还有帮助其他人 然后希望我能成功的变成为牙医师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应该是口腔挨挨友的分享 就是我觉得可以亲自去面对那个挨友 然后看他的长相 然后就是平常比较少的机会 就觉得很特别 课程中安排阳光基金会和恩亲癌症防治基金会合作 邀请口腔外科专科医师和口腔挨友 现场宣导槟榜口腔癌的危害 今年的青少年牙医营已经迈入第三届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参加的人数有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前两届的话 我们青少年牙医营举办得很成功 也有几位学生 因为参加我们的牙医营 然后对牙医系产生兴趣 然后选择牙医系救度 那希望我们明年举办的时候 疫情趋缓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国中生 高中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有别于一般坊间或大学的医学营 牙医培育营 课程完全由专业的牙医师来授课 使用牙科临床材料做实验操作 四天课程下来 相信对学生们的学习历程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人手一机的时代 如何让手机不只是收发讯息的工具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 合办媒体试读课程 除了教导学员在资讯爆炸时代 要有分辨讯息真假的能力 也透过专业讲师 教你如何使用手机等媒体工具拍摄剪辑 在资讯社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讲师吴凯儿活泼的开场模式 让在场学员精神大为振奋 这是由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合办的媒体试读课程 由业界讲师吴凯儿导演教导学员 如何用手机拍摄剪辑 完成高水准的影片 吴凯儿说除了学习拍摄剪辑技巧 最好的方式还是多拍多剪 熟人生巧 现在人手艺机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我们每天出门 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摄影机 那如果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手机 随时看到美景 美的人事物的话呢 就拿出来练习 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个美的摄影眼的一个概念 基隆市政府观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特别出席 基隆高中场次的媒体试读课程 所以希望高中学子有辨别讯息真假的能力 更透过学习使用媒体工具 加入公民记者行列 在社会发挥影响力 也实现媒体禁用的精神 我们邀请到多位的知名的媒体人 那来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体或用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来识别这样的一个假讯息的方法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媒体试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代呢 能够制作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教导个大家 那希望不仅仅是了解 也不仅仅是认识 更可以亲近或者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媒体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年也特别跟基隆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能够借公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内容丰富的媒体试图课程 也让基隆高中校长大为肯定 如何让这孩子呢 在众多的资讯里面呢 去分辨何谓是真何谓是假 它的价值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研习 让孩子能够去学习 如何去用手机拍片 更重要的是 让他能够传达正确的一个资讯 多年来持续与基隆市政府方面合作 在校园推广媒体试图课程的中加宽屏集中方面 期盼借此让年轻学子不仅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更能化被动为主动 透过影音创作 关怀社会聚焦地方 我们很高兴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跟中加宽屏集中 一起来推动媒体试图的教育课程 另外我们中加集团也提出了 公民记者的培训计划 我们希望除了认识媒体试图 这一个基本的推动之外 也能透过这样的学习 变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记者 去发现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欢迎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个媒体素养的培养 这项媒体试图课程共规划举办10场 除了实体上课外 还有线上课程 想要参加的民众 请把握时间上官网查询报名 美丽基隆政策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制播 欢迎准时收听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